同党立委罗明才问行政运长苏贞昌 是不是可以向核能大国法国来取经 兴建第五核能电厂呢 对此苏贞昌随即回答 说法国没有地震断层带 这番话让罗明才一时答不出话来 不过现在有地震学者表示 其实在法国有地震带 对此苏贞昌今天补充说明表示 法国是没有把核电厂建在地震断层带上 核四重启公投讨论度暴增 但毕竟核四要重新启动 困难度很高 国民党立委罗明才九号在立院咨询 直接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盖核武 未来百年大计的核能第五电厂 法国能做 我们台湾难道没有一点心意 想要来跟他们多学习吗 那委员你知道法国没有地震断层带 你知道吗 苏贞昌堵住罗明才的嘴 引得这一回合 不过法国没有地震断层带的说法 似乎不太精确 法国本身领土来讲 它南边东南边这边都是 阿阿贝山山区这边 所以这边的确它是有地震的 如果要更精准的来讲 法国只有东南部很小一块 有地震带 法国的地震频率非常少 规模非常小 他们也没有把核电厂建在地震断层带上 事隔一天苏贞昌补充说明 但立委还是有意见 法国明明也有地震 那这个也有断层带嘛 不知道是无知还是说谎 就只是为了耍嘴皮子 也许就是整个法国 不见得没有地震带 但是从它设置核电厂 是可以确定不会设在地震带上 核电厂本就该远离断层带 只不过苏贞昌一句话 也顺便让大家再上了一堂外国地理课 记者富山许秋名台北产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